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太陶法师太缅红发迹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任何一块土地上 都曾经因为疾病 战争等种种因素 而造成死伤无数 在地球上的每一角落 都曾留下无奈死去的印痕 无数的孤苦 等待被安抚 充满六道苦难的时间 难得有佛陀传授的圆满佛法 作为各种痛苦的解药 因此不论到什么地方 海涛法师都会带领大众做慈悲诗诗 这是观世音菩萨留在娑婆世界的慈悲 寻生救苦的牵手视线 为了要修慈悲心 要经常去业念的众生苦 然后心里念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念 那各位要想的 哎呀 几百年死了多少的华人 死了多少的缅甸人 死了多少的泰国人 为了战争 为了饥饿 为了生病 人类活着杀了多少动物 地狱道的苦 恶鬼道的苦 如果你知道你的妈妈 正在被地狱被杀 你的爸爸正在恶鬼道 很痛苦 哎呀 你没办法吃饭 所以你要经常念 Om Mane Bambam 让自己的心 转为这种大悲心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 但是念的时候不是念的好听不好听 而是你要去真实的去思维众生的苦 他们被杀 他们轮回的苦 他们有钱在那边享受 结果将来要下地狱 哎呀 他们真苦啊 就像你说 你的儿子天天在吸毒 他很快乐 妈妈我很快乐 我在吸毒很快乐 妈妈哭啊 所以他心里痛啊 所以要去思维所有众生苦 为了如此 你Om Mane Bambam Ho 因为我们生起悲心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做大超度 你悲心越强 那来的众生就越多 他不会怕你 不分宗教 回教徒也会来 基督教徒也会来 为什么要用食物 一个人肚子饿了 不分你什么宗教的 他就是要吃 所以有些人你活的时候不能度他 但是往生呢你最好度他 他肚子饿 他生病 所以我们思维了他们的苦 用这个最好吃的食物 让他来 再来超度 来念六十大民众 所以给我念一首 Om Mane Bambam Ho Om Mane Bambam Ho Om Mane Bambam Ho 在历史上曾经充斥着战争 毒品的泰缅边境一带 海涛法师特别带领大众 每日起见慈悲施食 愿无尽的甘露法师 妙味法药 能随着佛菩萨的慈悲加倍 而深深滋润各种枯瘦的身形 被疾病侵蚀的身躯 在欲望中流转受苦的心灵 海涛法师在施食法会前 先为大众讲解 为什么要慈悲施食 以及施食的功德利益 施食的方法 愿人人都能有福报 孝灾离苦 发菩提心 光丽众生 原来我的心本来就是 这么样的慈悲 爱众生的 我们一直用贪嗔痴 把它盖起来 所以我想 我们去亲近师父 所谓善知识 就是从他身上找到自己 慈悲才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所以我们要圆满我们自己的悲心 圆满菩提心 所以你念甘玛巴千诺 你很容易不退转菩提心 因为甘玛巴发愿 所有的众生苦都在我身上 你们都成佛了 他才成佛 所以曾经有一位修行者 问莲花生大师 他说我们现在修行很痛苦很痛苦 障碍很多 请问我要怎么办要怎么修 莲花生大师说 我有一个弟子叫甘玛巴 他发的愿 你任何痛苦 念甘玛巴千诺 痛苦他帮你成熟 一个人被杀 很痛苦要死亡之前 念甘玛巴千诺 他的悲心就会流露 就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没有恨 为什么 因为甘玛巴的大悲心 能够消除你的恨 各位记住啊 如果你希望别人不要生气 你自己的脾气很大 你不可能消除别人的生气 一个修大悲心圆满的人 忍受众生痛苦的人 他才会感动你 所以为了成就菩提心 各位要这样 意念的师父 意念的上师甘玛巴 让我们的心不退转 而得到加持 那今天我们要来做 言供实施 那为什么要做 在佛陀的时代 佛陀的侍者阿难 阿难有一次在打坐 在打坐的时候 然后突然碰到一个鬼 那个鬼嘴巴吐火烧他的脸 所以叫面燃鬼 也叫面燃咽口鬼 咽口鬼只要嘴巴一打开 他就会吐火 就会烧自己 然后鬼倒不会死 他只是一直烧 他不会死 所以这个面燃鬼一出现 阿难吓坏了 哎哟有鬼 然后这个面燃鬼就跟阿难说 你在三天以后就会死了 我来告诉你 阿难一听 那怎么办 我三天以后要死了 这个面燃鬼说 如果你可以为全天下的恶鬼道 没饭吃的恶鬼道 都不施食物给他们 而且为全天下的恶鬼道 能够供养三宝 你不但不会死 还可以长寿 无病 而且你的记忆力 各种都会比别人好 所以各位 我们叫阿难 叫多文第一 阿难把释迦牧里佛讲45年的经典 通通背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才有经典可以看 结果阿难一听 不可能 我没有东西 没有钱 我怎么不施 全天下的恶鬼道 也帮他们供养三宝呢 但是他又说 那个鬼又说我三天会死 真的吗 他就跑来找佛陀 佛陀啊 刚刚有个鬼说我三天会死 是真的吗 佛陀说是啊 那怎么办呢 佛陀说你放心了 那个鬼是观世音菩萨变的 观世音菩萨要来教你这个施食法 就像佛陀说 我以前在外道修行的 观音菩萨也教我这个方法 但是阿难说 那我哪有东西去施食全天下的恶鬼道 以帮他们供养呢 佛陀说 你只要会念一个咒 无量微得自在光明如来的咒 那一颗米就会变无量无边的食物 而且你只要念这个咒 所有的恶鬼道就不会饥饿了 你只要念这个咒 一点点食物就会化成甘露 他们就可以吃到 而且可以升天了 你只要念这个咒 你就可以替所有恶鬼道 供养所有三宝 所以这个咒大家都会念 所以这个咒大家都会念 念着来 天神 山神 土地神 婆罗门仙 都接受你的供养 那这些山神 土地神都饱了 祂就会护持你 保护你 满你的愿 你只要会念这个咒 恒河沙的恶鬼道 接得吃饱 不断吃饱还升天 而且念完这个咒 你世间就会有福报 所以阿难后来活到几岁 一百二十岁 所以我们叫聚受阿难 而且他记忆第一 所以我们才可以听到这个经典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就要按照佛所讲的这个方法 替所有恶鬼道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 然后呢 再布施药给他们 让他们无病于苦 再来再化为甘露 妙玉烟共 烧很香很香 然后呢 希望观音菩萨加持这个香 吹遍整个缅甸 泰国 整个地球世界 让那些恶鬼 恶鬼道众生有一种大部分的鬼 喉咙像一根针 他没办法吃东西 他只能吸味道 吸味道 所以如果我们用烧的 那味道更好 所以施食有两种 直接用食物观想可以 第二种 直接用这个食物用烧的 那力量更大 所以一般我们在烧香也是这个意思 用这个香供养三宝 用这个香下食给众生 海淘法师太美洪法行 侍奉泰国九皇斋节 至此佛国殊胜功德日 大棋离观音寺内 举办九日男女二众短期出家 并共请海淘法师 传授八观摘戒 八观摘戒 对我们一般华人来说很难 要他们去守这八观摘戒 很难很难 不要说八观摘戒 包括皈依 要他们皈依 他们都不敢皈依 最后要开示他们以后 那现在慢慢已经渐渐的 皈依的也多了 那每一年办的八观摘戒 人数越来越增加 还有就是短期出家的 那也一年比一年多 而且他这个层次也慢慢提高 感谢我们洪光法师慈悲啊 愿大家来受八观摘戒 来问一下 这一辈子 第一次受八观摘戒的 请举手 第一次 哇 这个比结婚还重要啊 放下 各位你要说 我改变命运啊 太好啦 你能够受一次八观摘戒 至少升天 法师在受戒前 先以多则经典公案 为大家详细讲解 受持八观摘戒的功德利益 令大家升起信心 受持戒律 八观摘戒是 那出家一天有什么功德呢 在佛陀的时代有个王子 他虽然对佛陀有信心 但是自己很喜欢吃肉啊 到处玩啊 杀身邪淫 那有一天 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说 因为阿难跟这个王子 交情很好 佛陀说 阿难啊 你那位王子朋友啊 再过七天就要死了 而且死了以后啊 再次造了很多的恶业 直接下地狱啊 地狱完了以后 恶鬼啊 恶鬼完了以后 畜生无量事啊 出生做完以后 做贫穷的事啊